如何直播PS5打游戏? 游戏直播除了需要一台电脑之外,还需要一个采集卡。 比如这个小巧的采集卡,米陈森的T300。 它可以给PS5直播打游戏,Xbox,Switch直播都可以。 虽然它是一个基础款,但是它的功能够用。 我们先看一下采集卡是如何连接的。 左边是PS5,中间是环出的电视用来打游戏, 右侧是电脑的屏幕用来直播, 右侧是电脑。 首先它用自带的Type-C线连接T300的C口。 这条数据线的另一头连接电脑。 如果你用的是笔记本,没有USB-A口, 它还附送了一个转接头, 可以把这条数据线变成双C口。 在采集卡的另外一侧,有两个HDMI接口, 一个是IN,一个是OUT。 这个IN就是输入信号,游戏信号是从PS5出来的, 所以说,用一条HDMI线,一头连PS5,一头连采集卡的硬口。 还需要另外一条HDMI线连接电视, 用于环出,直播打游戏。 这个Type-C的线,用来输出电脑, 把图像声音输出到电脑, 然后再通过电脑输出到直播平台, 或者录屏,保存到电脑本地。 另外这个米琴森T300, 它还有麦克风接口和耳机输出接口, 不过我习惯把麦克风插到电脑上, 由电脑来控制比较方便。 下面说说关键的部分,软件如何设置。 我们以OBS为例, 如果你用的是其他直播平台, 软件设置是类似的。 首先第一步是添加采集设备, 在这个位置添加, 选择视频采集设备, 我这已经添加好了。 这个视频采集设备里边有几个重要设置, 这个设置每个采集卡都是不一样的, 我们以米琴森的T300为例。 第一个是选择型号T300, 然后选择分辨率, 它支持1080P, 帧率是60, 视频格式, 也就是色彩, 用的是YU-YR, 这也是性价比比较好的。 然后在下面是声音, 直采集音频, 然后下面有一个自定义音频设备, 选择数字音频接口米琴森T300, 这样就可以了。 设置好了之后, 上面会有图像, 上面这个预览是和电视同步的。 我们顺便看一下, 这款采集卡的延时怎么样。 左侧是电视直出, 右侧是采集。 如果你想用笔记本屏幕来玩PS5或者Switch游戏, 是可以通过采集卡实现的, 不过会有延时。 这个延时具体怎么样? 各位看背景视频。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游戏主播, 想在这个领域尝试一下, 那么这个采集卡我感觉还是挺适合的。 首先它支持主流的1080p分辨率, 而且有60帧, 这个玩游戏是够的。 还有就是它的色彩模式, YUYR, 这个也是比较不错的。 目前我们国内的主流直播平台, 基本上都是1080p 60帧。 所以我说这款采集卡, 它虽然功能比较基础, 但是够用了。 最关键的是它的价格不贵。 另外像我们直播玩游戏, 一般时间都比较长, 散热是个问题。 米晨森T300, 我已经测试几个小时了, 它的温度一直是温温的。 我估计得益于它的这个金属外壳, 被动散热比较好。 另外再加上它是比较新的芯片, 功耗比较低, 发热量低, 还有就是它的分辨率是1080p 60, 目前来说并不高, 所以说它的发热量也不是很大。 像这种成熟的温度不高的设备, 还是比较稳定的。 所以给各位推荐一下, 推荐给有需要的同学。